大家好,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您眼前看到的是一幅13米长卷清明上河图 它是著名的古书画临摹画家徐天佳老先生 用十亿年才完成的 他所临摹的是清代的清明上河图 而张泽端的,他是宋代的清明上河图 老先生讲述了这两幅画作的四大区别 让我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 来聆听一下老先生的讲述 真的受益匪浅 这清明上河图的盒子 写着它掉的一个点 我查也不要了 等于这两块是接的 这块是接的 这一点都不能错 错一点都得错 这个送本来送表演的方式 就留在写意的方式上 画几个枝条 往后一涂绿 这个呢准备是茂密的树 这是第一个区别的 第二个区别 就是这个桥 张泽端那个桥 是属于木桥 用这个木杂构的支的呢 是没有这个伤到 这是第二个区别 彩虹桥 就轻轻变成那个石桥桥了 要更为先进一点 更为结实一点 要有两个商铺 就是比方说当时的这个 社会的繁荣 这是 繁荣昌盛 在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城楼 就是张泽端那个青梅桥和宗带那个 只有这一个陆路进城 青带那个呢 有水路进城 对 是两个路进那城了 这是主要的区别 这是一共三个区别了 第四个区别 就是有点像那个 有洋建筑了 哦 有洋建筑了 对 还真是的 这这几个区别部分 这个青带的这个是谁画的 五个画家 五个宫廷画家 哦 五个宫廷画家 完成的这一幅 叫青带的青梅上河图 对 原画在台湾呢 在台湾呢 十三米长 您这个也花了很多功夫 您这个用了多 一年多 一年多 是吧 一年多呢 他这一年多画了一会儿 我还做两次手术 而且还是在一张纸上 一气呵成的 这有练兵场 哦 这有练兵场 怎么叫传承呢 嗯 你得把这画儿原原本本的从原来的前朝画出来 保着到后朝原本本的 嗯 现在中国的分一名称叫古书画联合复制技术 嗯 这样才得以传承 嗯 你画这不像那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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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叫传承 那不叫传承了 嗯 那叫作品了 对 这是第一条的传承 轻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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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作为文物说答你来了